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战场 乌克兰议会当中在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 素有女都军之称的这位女议员叫别祖格拉雅 这几天她强力地抨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 她说因为库斯克他也觉得是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导致整个乌东现在全陷入危险 因为她说乌军正在从对内茨克撤退 整条前线陷入困境 而且弹药供应不足 导致俄军正在穿越无人守卫的防御攻势 俄军占领红军村 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地图 你可以看到就一路往 从对内茨克一路往西打 她说红军村恐怕也快要被打下来 守不住了 那我想先请教邱老师 红军村真的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俄军给攻陷吗 如果真的打下来之后 她对于这个战事的发展会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让观众理解 现在在这一线 俄军正在进行他们的夏季公式 那这个夏季公式的战略目高 就是接近红军村 它不一定要打下来 因为红军村它是一个 目前在顿捏斯克战场上面 乌军最主要的后勤补给的枢纽 那你不一定要打下来 但是你控制它对外所有交通 红军村就失去作用 那当然现在红军村的情况比较危机 因为主要是因为库斯克那边 乌克兰新开了一个战场 那把大量的原本在东线的精锐部队 抽到库斯克去 那导致现在乌克兰在东线 从纽约一路到红军村 整个防御几乎用崩溃来形容 俄军进展非常非常快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 在今年年底之前 俄军倒到红军村 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本来是这样以为的 对 本来是这样以为 但是因为库斯克那战场一开 兵力一抽 你等于是把门打开 让俄罗斯的中央战术集群 直接往红军村的方向走 那红军村如果 最主要是因为乌军失去红军村 会对整个乌军在乌冬的战场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您觉得对内瑟斯克这条防线 很有可能就会崩溃吗 也不是 就是不会因为红军村而崩溃 但是红军村会是造成 防线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红军村掉了以后 整个顿涅刺客这一面的战场 乌军所有的后勤补给线 必须要重新建立 而重新建立必须要时间 所以你会有一段时间 你前线的士兵 前线的单位 会缺乏弹药 缺乏食物 缺乏油料 更重要的是 现在快冬天了 所以俄军选在这个时间 去打红军村 是经过精打计算 如果他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有没有打下红军村 只要对乌克兰在 顿天赤克这一线的后勤 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未来接下来冬天 这一线的乌军 很可能 你如果得不到补给 得不到油料 那你要怎么度过 这个地方的冬天 这地方冬天很冷 对啊 除了这边很辛苦之外 我再请教您 现在深入到库斯科金内 一路往北的 现在大家也在担心 他们的补给不够 接下来您觉得 他们会怎么办 如果我们引用 一些国外军事观察家 就是美国智库 他们的结论 就是很简单 乌克兰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快撤 赶快后撤 你后撤 你保留下来的兵力 你还可以赶快来东边来救 这是第一个快撤 第二个不要再冲了 就是就地巩固 争取一个缓冲区 所以昨天哲联斯基讲的 就是他已经修改他的目标 他之前的目标 就是因为他想要占一块地 然后可以迫使 俄罗斯上谈判桌来谈判 他昨天的说法已经改 他解释库斯克这块 未来会成为一个 乌克兰的缓冲区 缓冲区就是 他没有办法再往 更深入的地方进攻 这也是我们在看 库斯克的战局 正在慢慢逆转 可是这个逆转赶不上东边 所以现在双方 双方的情况就有点像这样 就是趁你去打库斯克的时候 夏季攻势的速度突然加快 所以我们看 即便库斯克 就普丁面子很难看 就是等于你被乌克兰 打进自己的领土里面 但是普丁很能忍 而且他看到他老神在在也去其他像访问啊什么的 因为他们很快 他在第一时间非常混乱 就是整个俄罗斯 我们讲 库斯克的事情发生 至少在半天之内 俄罗斯 就是莫斯克震动 对 从军事到情报到 到政治 乱成一团 但是普丁在很快的时间把这个情况控制住 所以现在便是对乌克兰来讲 他建立一个缓冲区 也许就是在未来 他可以用这个缓冲区去跟人家 叫俄军现在占领的缓冲区 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那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这边呢 8月22号他们表示说 副部长佛明在莫斯科呢 和中共解放军陆军司令李乔明会面 双方讨论了当前两国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 文老师 这个共同关心的军事议题 您觉得可能内容会是什么 因为他们当然不会讲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 那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如此的密切 高层如此的复访 像我们看到说其实不仅李强 连副总理何立峰 国务员陈宜琴 也都是一样在俄罗斯在进行访问交流 那如果就军事上来讲的话很清楚 因为外界之所会关心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李乔明在的时候 就刚刚像世昌兄所讲的 刚好是乌克兰打入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境内 所以才引发外界的关注说 那中俄在这个问题上 连陆军司令都来的双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密谋来进行因应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你去看一看 其实你仔细看 在今年7月份 中俄本身是什么 7月份 就2024海上演习 那如果海军有了 那其实就陆军司令来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的 好像外界要赋予他很大的一个想象跟空间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怎么样谈合作来讲的话 都很明确的不大会涉及到 有关于武器弹药跟军事设备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是在美国跟西方国家高度的所谓监控下 但是中俄本身做一个大国之间 在军事上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资讯跟加强 以及探讨全球跟周边当中 我相信应该这些问题会被广泛的谈论到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那具体谈论内容 他们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布 但是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应该也不会碰触到那些敏感的 包括像弹药啦 武器等等设备的问题吧 我想李强因为他主管是经济啦 在军事这部分的话 因为想说建普丁的话 最近也看到双方应该是针对未来 在北极航道这个部分 要如何去共同开发跟怎么样去布局 那刚刚讲说中俄之间 当然这个美方一直在盯着 那现在看到是北韩这边 北韩在乌克兰的军队 攻进了俄罗斯的本土境内 他们就透过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乌克兰 说这是入侵俄罗斯 那也是受到了华府跟西方支持 不可原谅的恐怖行为 到目前为止 普丁其实定掉这次的 所谓的军事行动 其实是一场恐怖攻击 好 那所以大使您怎么看 北韩接下来会怎么样去支援俄罗斯 在武器上面还是在人力上面呢 其实这个普丁对于这个 这个北韩朝鲜伸出这个友谊之手 基本上动机就是俄武战争 对 因为这个其实北韩过去 它尤其朝鲜在发展这个核武的过程中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这个全世界 大概主要国家都是一个立场 反对这个北韩走核武这条路 因为这个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可是这个俄乌战争后改变就发生以后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普丁的这个东向政策 除了对中国大陆寄予厚望之外 对于这个朝鲜 他的这个整个立场也有改变 那么你记得这个金小胖 这个去年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那时候普丁是在东方卫星发射场 接见他 那个就意涵非常清楚了 北韩就想发射洲际导弹 就想这个洲际导弹有技术突破 果不其然 见了面以后没有两个月 北韩的那个 为长城的这个 这个导弹射射就成功了 那这里面就是说 美国可以借着 借着不管是日本也好 借着这个南韩也好 借着菲律宾也好 达成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目标 那俄罗斯也要这样玩 所以其实北韩现在就是说 已经是俄罗斯手上一张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了 那今年7月甚至 也就是说6月签署这个全面战争 回来的关系 大概没有多久 这个西方媒体就一直有报导说 在俄乌战争上发现 这个北韩的飞弹的残骸 所以说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这个一个要弹药 一个要科技 老师这么看 我觉得 这个外界当然会 会有很多猜测 比如说 朝鲜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它的 它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突飞猛 我们知道 过往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发射失败发射失败 力卡了很久 对 那一直都没有办法取得进步 那普丁就是后来 普丁去了 对 普丁去了一趟之后 或者是朝鲜的领导人 去了莫斯科之后 去俄罗斯之后 没有多久 每去一次朝鲜的 试射一下 对 弹道飞弹的技术 就会往上跳一届 没有这么快的力 你点科技术也没有这么快 那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 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 就俄罗斯国防部跟中国大陆 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之间的沟通 五月老师讲得非常对 就是现在西方 就是不管西方 就所有的都在盯着 中国跟俄罗斯 那其实可以交流的 更重要的东西 是情报跟散说 因为你在战场上面 如何处理 北约的这些武器 未来都是解放军非常需要的 对 而且这一次 乌克兰打进俄罗斯境内 你说没有北约提供情报吗 这个也好像说不太过去 所以这个情资的提供 共享这个部分 这个才是 这是无价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 因为未来在印太这边 如果美国